另一方面不当党产的委员会9月将要接牌了 其中委员会主委呢是找来了顾立雄还有副主委红培根之后 这回又找到了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一起来清查党产 杨伟中过去呢经常在争论节目上点名国民党的很多弊端 也被党中央开除了党籍 而这一次他投奔了民进党出任不当党产委员 也让许多国民党员气得大骂 他是叛徒 蔡英文二龄上任大打转型正义旗帜 其中不当党产条例12号生效 从主委顾立雄副主委红培根后再添一名虎将 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 开除党籍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脸书上有说过 其实我会持续关注转型正义的议题 恐怕不应该从政党斗争或者是清犯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 多数的民意还是支持处理党产 杨伟中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天请辞发言人后 多次在政论节目及个人脸书公开抨击 国民党遭开除党籍 昔日国民党内高层如今跳槽绿营朝过去同僚开刀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振元连书上反奉 光辉程度可比汪精卫又过之而无不及 当内也泡声四起 尊重每一个人他的选择 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年代哪一个国家都有判徒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非常的不齿 杨伟中和太太陈以珍曾经披着蓝营战袍 领着国民党给付的薪水 甚至用党产打选战 现在出任不当党产委员追讨国民党账务 高喊转型正义的杨伟中就不怕清查的过程中 这框架也框住自己吗 宦旋林士鹏 颜俊强 蔡建林 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